也是跟学生要不要上课有关联性的 苗里上个礼拜紧急宣布暂停实体课程一周 如今校园停止公餐 团扇业者就成为受害者了 跟农场弃作的有机食材 像上千斤的豆芽不易保存 大约三万五千元全数认赔 拿来爱心大放送 提供给民众或是社福机构加菜 而面对政府的政策滚动式调整 对于事先要订购食材的团扇业来说 也实在很难配合 一篮又一篮的新鲜豆芽菜 采收后直接送到明代服务处 因为学餐团扇业者大放送 上千斤要价三万五千元的豆芽菜 全部要拿来做爱心 因为疫情原本停课标准以班为单位 没想到上周政策急转弯 苗栗县也突然宣布23号到27号停止实体上课 说停就停让业者实在无奈 有机的豆芽菜是我们跟农民弃作 那他只要我们跟他定了之后 他才会种下去 那种下去之后是没办法退货 出锅一天营收七十万 停工五天损失超过三百五十万 下周如果继续停 库房内大量蔬果鸡蛋 恐怕也得拿来做爱心 还不错啊 虽然便宜的东西